今天我们一道三国推理题 开启阅读之旅 已知曹操和丁夫人结了婚 丁夫人的妹妹丁氏嫁给了夏侯渊 夏侯渊的侄女夏侯氏嫁给了张飞 张飞和夏侯氏育有两女 两位张氏嫁给了刘善 刘善是刘备的儿子 同时刘备是汉县帝刘邪任的皇叔 刘邪娶娶了曹操的女儿 曹操的儿子曹丕又娶了刘邪的女儿 问这刘备应该把曹操叫什么 你是不是想说从未见过 有如此胡搅蛮缠之题 不过沿着题面的逻辑 在品三国诸人诸事 答案还是有迹可循的 大家都知道夏侯渊 曹操称他虎不官幼所向无前 二人不仅是老乡 还宛若亲兄弟 夏侯渊是西汉开国元勋夏侯英之后 不过纵览其后夏侯一家的工作经验 无甚观明 因此他们虽是当地大族 却不列换级 没有什么势力 族人也难凭一己之力 成为某位历史中的大人物 家里不富裕 却不影响夏侯渊众议 饥荒时 他未就已故弟弟的西夏姑女 甚至舍弃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而反观同城老乡曹氏家族 自曹腾以来 不少人走上仕途 甚至平步青云 曹腾身受汉环帝信任 立世四代君王 其养子曹松跟着沾了光 于汉环帝时官拜司礼校尉 据说曹松为官不怎么清廉 来去之间还捞了不少油水 这直接作用于曹家的经济状况 使得当时的曹家 颇有点富甲一方的味道 临帝时曹松官职太尉 仅次于大将军 曹操便是曹松的儿子 可以说家里有权有势 又有富二代身份傍身 夏侯元与曹操 这两个佩国乔大族的孩子 自小便玩在一起 有一天曹操在县里犯了大事 夏侯元以一枪义气 替曹操扛了下来 自己进了大牢 随后曹操设法营救 夏侯元顺利脱身 两家的关系更为亲密了 夏侯元还与曹操那妹 丁夫人的妹妹丁氏结了婚 两兄弟之间又加了一层连金关系 公元189年 曹操在陈流起兵 夏侯元以别不司马 齐都尉之职追随曹操 金阁铁马战骑列列 曹操率军一路败黄金 元树黑山军男匈奴攻克徐州 十余城 杀伐征战七年后 曹操迎汉邪帝流邪 邪天子以令诸侯 同年夏侯元签为陈流太守 后来又为影传太守 在随后的日子里 夏侯元五处平叛 虎不关右 虽然是个尚无高谋 深略的白帝将军 却是个有勇有义的长盛将军 所以曹操与夏侯元是联金 好兄弟 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共换呢 那么夏侯一家又是如何与刘备阵营产生关联的呢 就在曹操迎县地 事业大好 夏侯元签陈流太守 影川太守的同时 刘备被曹操表为镇东将军 却接连为元树旅部所败 落魄居于小配 此后四年间刘备一路摸爬滚打 终于在徐州一带屯兵数万 却又被曹操打败了 也正是在这一年 张飞的桃花月悄然而至 关于张飞究竟在何处遇到了桃花月 有两个版本的故事 一是说在佩国桥周边 话说刘备集团 在徐州被曹操打得东奔西走 刘关庄兄弟三人也不幸失散了 张飞为了摆脱追兵 一路逃到了豫州地界 来到桥县附近 也就是曹操和夏侯渊的老家 而夏侯渊虽然身为影川太守 却把部分家眷留在了老家 其中就包括侄女夏侯氏 于是张飞和夏侯氏便相遇了 又一说是在汝南郡影川郡一带 因为在徐州被曹操打得体无完肤 刘备率部投靠袁绍 而这袁绍的劲敌正是曹操 可对于袁绍来说 当时这刘备众人的实力 不过是盘年夜饭桌上的凉菜 有没有都行 于是袁绍命刘备率军在汝南 袭绕曹军 自己坐在正面战场与之对战 那么刘备都袭绕了哪些地方呢 自治通鉴有在刘备略如影之间 自诩以南 立民不安 曹操换之 这里的影极为影川郡与陈刘郡相接 因此刘备的军队正是在夏侯渊的侠地奔袭的 而夏侯渊诉重情义 大概率会把家眷带在身边 所以随刘备而来的张飞便与夏侯渊的侄女夏侯氏相遇了 不论是哪种说法 其实都是为了证明 分属两个阵营的人的确梦幻般的相遇了 由于夏侯家上来注重节俭 战乱之时曹军又有巨大的物资消耗 因此即便是大将军的侄女 正处在豆蔻年华的夏侯氏也要亲自去砍柴 有一次 夏侯氏像往常一样提着镰刀出门 一路行至山野间 听着这鸟叫呼吸着新鲜空气 觉得仿佛置身于战乱之外 突然一个面黑 眼圆 体壮的大汉走了过来 直逼女孩面前 此人正是张飞 行军途中 不想却在山野间遇到了这样一个伶俐的姑娘 后来张飞得知这个叫夏侯氏的女子 不仅出身名门夏侯氏 还是曹操手下大将夏侯渊之职 于是娶其为妻 这意外的姻缘是刘备和曹操成为亲戚的第一步 婚后 夏侯氏和张飞育有两女 两人感情也还不错 公元217年 自赤壁一战后 凭借诸葛亮的智谋 日益壮大的刘备 在坐拥荆州一州并雄霸一方时 出兵汉中攻打曹操 几番交手 刘备部下接连败于曹军 两年后 刘备大军从阳平关南渡棉水入加盟关 与夏侯渊相抗 老将黄中向刘备和诸葛亮请命去去定军山 几番话语交锋后 方才得以率兵出行 并以诸葛亮之命与法政通往 黄中当时就立下誓言 定要力展夏侯渊首级 纳于麾下 而曹操听闻刘备派黄中攻打定军山 又知自己这个兄弟不善谋略 遂写了一封信给夏侯渊 凡为将者 当以刚柔相继 不可图示其勇 若但任勇 则是一夫之敌二 吴金屯大军于南政 欲观清之妙才 误辱二字可也 夏侯渊读完信非常开心 一股热血在内心涌动 于是开始与张和排兵布阵 可是白帝将军吴谋 施了对山 打了败仗 夏侯渊心中愤懑 下定决心一定要守住定军山 然而他再次中了黄中和法政之计 定军山一役 夏侯渊足 曹操痛哭 夏侯氏听闻叔父战死的消息 心中哀痛 于是 也顾不得自己身属哪个阵营了 勇敢地站出来 请求刘军安葬自己的叔父 三年后 刘备在成都称帝 策立其子刘善为太子 激励太子则要一并策封太子妃 刘备结义兄弟张飞的大女儿 便成为了最佳人选 自此夏侯氏与刘备成了亲家 可是张家大女儿做了十四年皇后 便撒手人寰了 刘善又娶了张家二女儿 并立其为后 所以张飞和夏侯氏的两个女儿 都嫁给了刘备的儿子 因此刘备不仅是张飞的哥哥 还是夏侯氏的亲家 而夏侯氏的大伯是夏侯渊 所以刘备可以叫夏侯渊一声大伯 夏侯渊和曹操是好兄弟又是连金 所以这刘备也可以喊曹操一声大伯 可是结论不应就此得出 因为这曹操与刘备之间 还加着另一个重要人物 汉县帝刘协 让我们再回到曹操赢县帝的那年 回到夏侯渊还在刘备尚未雄起的那年 刘协登基后 便成为董卓手中的傀儡 由于受关东军所困 董卓挟持刘协 迁都长安 董卓被吕布杀死后 各方势力在长安暗流涌动 都想控制东汉政权 最后董卓部将李爵郭四等占领长安 可不久后两方势力又开始各自拥兵相攻 数月之下 长安城一片废墟 挨民遍野 刘协好不容易摆脱了李郭二人的控制 逃出长安辗转东行 在曹操的推动下 刘协再次于洛阳称帝 当时的局势是这样的 孙策占据江东 刘表占据荆州 刘彰占据义州 韩岁马腾占据西梁 辽东 还有公孙渡 如果控制了象征着正统政权的汉天子 对之后的政治斗争都会有弊议 曹操很明白这一点 于是他一面哄着刘协 一面诛杀朝臣 甚至绞杀了刘协的妃子董贵妃 以现地后宫无人为由 曹操将自己的女儿曹献曹华献给了刘协 也就成为了刘协的岳父 后来曹操的儿子曹丕 娶了刘协的两个女儿 并在继位后封为妃嫔 所以曹操和刘协之间的关系 其实很复杂 他既是刘协的岳父 又是刘协的亲家 完全不能归于一半 也就没有明确结论 那么刘卑和刘协又是什么关系呢 在三国演义中 因曹操要向刘协表奏刘卑的军功 于是请刘卑上朝 刘卑穿着整齐的朝服 行礼拜天子 并做自我介绍 刘协一听 此人姓刘 一时来了兴趣 于是问刘卑祖上都有些什么人 刘卑称自己是中山静王之后 于是刘协命大臣找来宗族士谱验证 一看果然不假 他大喜 所以叫刘卑入偏殿 行书职之礼 如果按小说中的思路 刘协就是与刘卑 有着一点点血缘关系的刘皇叔之职 那么曹操若是刘协岳父 则与刘卑平辈 若是刘协亲家 则低刘卑一辈 应叫刘卑一声叔叔 这样的结论便与前文的结论冲突了 但是 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 如果按正式来看 刘卑并未被刘协认作皇叔 既然如此 那么同为刘邦后代的刘卑与刘协 又是否真的存在血缘上的疏值关系呢 假设这刘卑就是中山静王之后 那么他就的确有皇室血统 中山静王刘盛是汉景帝刘启之子 汉武帝刘彻之兄 从景帝起按汉代帝王顺序推算 汉县帝刘协是景帝的第十四代世孙 而若按刘卑的字数来看 刘卑应该是汉景帝的第十九代世孙 因此 即便刘卑就是皇室中人 他的辈分也远低于比他小二十岁的刘协 更别说 并没有正经证据能够确定刘卑就是中山静王之后了 而且若论血缘关系 两人经过这么多代错综复杂的传承 早就扒杆子打不着了 所以如果严谨地看 刘卑和刘协之间的亲戚关系可以暂且不算 也就是说 曹操刘协刘卑之间的这条亲戚关系链不能成立 经过层层分析 关于刘卑应该把曹操叫做什么疑问 我们可以得到三个答案 第一叫大伯 第二叫侄子 第三叫哥们 第二第三个答案是不够明确的 加入刘协这一人物后 依照虚构的认皇叔的情节 看起来可以得出刘卑是曹操的叔叔 刘卑与曹操平伴这两个结论 但是由于证据本身就没有明确的历史支撑 所以这两个答案可以舍弃 而第一个答案是比较明确的 虽然曹操和夏侯元之间并无直接的亲缘关系 刘卑和张飞夫妇也只是亲家与结拜兄弟的关系 但是在中国传统的宗法礼俗中 他们就是一家人 所以曹操作为夏侯元的联金 是其侄女夏侯氏的大伯 也就是夏侯氏丈夫张飞的大伯 而刘卑既是张飞的拜把大哥 又是夏侯氏的亲家 所以也可以叫曹操一生大伯 曾经青梅竹酒论英雄 孟德直言 天下英雄 唯使君与曹尔 可曹孟德没有想到的是 若干年后 坐在他对面这位 在惊雷声中掉落了筷子的英雄 不仅日益壮大 渐渐成为了他的对手 还是他扒杆子打得着的亲戚 不止如此 由于刘卑娶了孙权的妹妹孙上香 他便成了孙权的妹夫 而孙权的弟弟孙匡 又娶了曹操本家兄弟曹仁的女儿 这样一来 在三足鼎立的局面下 曹操刘卑和孙权之间 自然形成了一个交错复杂的亲眼链条 有的人聊着聊着就成了朋友 有的主公打着打着就成了亲戚 然而这不过是开了个头 这些盘根错节的家族关系 将开启下一个门法时代